距离澳门单打世界杯还有三天 国平队伍上午从北京乘机飞往澳门 也被球迷拍摄到了一些画面 我们看到国平队员从北京体育总局乘坐大巴 孙隐沙手中就拎着一个小的行李箱 应该前面那位的行李箱也是他的 只是人家帮他拿 还有陈梦和王曼玉 他们把行李箱放在了大巴下面 到了机场 更多的视频被球迷曝光出来 我们看到沙沙坐在行李箱上 旁边是好友合作家 看着沙沙真的好可爱 与球队工作人员聊天 王曼玉则在椅子上打理自己的发型 看来这是他新剪的头发 还是非常帅气 大家都知道广东很热 所以都在穿着上提前做好了准备 肖战知道直接穿着拖鞋就出发了 他也知道广东人的标配就是拖鞋 王楚清也只穿了一件卫衣 背着一个单肩包 非常帅气地走在机场 樊振东与林高远 周启豪站在一起聊天 他们三人关系好 经常看见站在一起 本次世界杯赛事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 比赛人数更多 比赛场次更多 希望我们国拼队员有好的表现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